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上山来了,跟我老表一起上山去找那个野生蜂蜜 我老表是前两天发现了一窝,然后我们今天跟着一起来 看看这个蜂蜜,是不是那个,有三年历 三年历,那是三年历 美的,那是两个,那是两个,那是两个 哦,这边是我娘家这边,从我们过来的话,有一段距离 走吧,走吧 我老表是专门跑山的 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拿,就老表去拿 我们就,就算成了 你要不要在哪里边? 那屋在哪里边? 那屋在哪里边? 嗯 我老表已经上去了,他已经开了条路 都这个放在上面了 我们要小心一点,这里经常有野猪猪 也就不怕,就怕老虎 哈哈哈哈 那屋也怕 也这么大笔笔起来很恐怖的 我们捡到好东西了 核桃啊,野生核桃 嗯,那么厚的头 这核桃很苦 煮一下,要煮一下,要炒一下,炒一下,然后再煮就很好吃 要不然这样吃的话,又苦又碎 上面有好多棵野核桃树 里面那棵,那棵就是野生核桃树 太高了,很难上去 只有让它自己掉下来,就在上面捡 我在这里发现了好多核桃 哎,三个后个 还四个吧,我这里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五个 五个核桃 我们先捡核桃,捡了核桃,再去找方便 这里太高了,这棵树长太高了 它都往两边掉,可能掉到山下去了 如果这里很平很宽的话 应该不会掉那么多,到底下去 这里就会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被松鼠吃了 松鼠咬不掉吧 不知道 那么硬的鱼 哪里,它的牙齿那么厉害 应该咬得掉 这里还有一个 没有,我看树上都没有啊 它掉光了吧 掉光了 你看,没有那么多 哇,这有两个 哇,这核桃现在有一斤了 我那里还有 我们村那边没有核桃树 我都不认识 我们有啊 第一回看到核桃 核桃 核桃还有这个壳 外面还有一层壳 对啊 核桃 这样子呢 它熟了就这样掉下来的 不要开这层壳 这就是核桃了 我口差点都还有 到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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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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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斤的核桃了 我们终于到的 这个核桃了 好大一棵树 这个核桃老了 可能因为太老了 里面是空心的 地方刚好找这种树洞 来做窝 这个核已经死掉了 已经老死了 这个咬不咬人 嗯 有很多 带子就准备好了 哈哈 一会我们看一下 看是不是大家等的那个 老蜜 老蜜比较烫销 老蜜大家都想要 老板要用刀敲一下 看 那个窝是哪个地方 哪里空就是哪里 又要用刀子 老蜜 老蜜 都要用刀子 我刚刚三哥还说我穿红衣服 比较多蜜蜂 你看 他穿蓝色的也好多蜜蜂来围他 完了完了 这密封都爱上我 我感觉害怕了 给你武器 三哥把裤头都全部塞在 衣服都全部塞在裤头里面去 生怕被密封咬 看到了看到了 终于搞定了 哇好多哟 不得到了 这里不好站呢 主要是 你看 底下还有 刚好涨到树洞里面 好多好多 我现在要留那种潮的 一片片留下来 我没有防束服 我就把这个边上拿一下 边上拿出来 剩下的老表来拿 你那搁你那搁一点点 你那个香离近一点 那个蜂蜜已经围到我身上来了 搁一点点来吃 好吧 我去搁这一点点 哇这个糖你看看这个糖 好黏哦 好黏哦 我把这个木屑给搁进 太甜了 先把这块取下来 有一些木屑在上面 但是没关系 我从里面取块 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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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垃圾了 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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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要割 上面也要割 全部漏完了 经验不丰富 不行不行 要喊垃圾了 不行不行不行 都漏了 漏完了 得一块了 哇 这个糖都掉了 滴完了 我还是不搞了 让你来吧 我怕我浪费蜜了 你来你来 我怕我把蜜浪费掉了 可惜了 把有糖的收集起来 没有糖的 我们先放一边 就糖少的留在这里吧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小蜂蜜 留一些给这些小蜂蜜吃 好 等着了 3年 那些都是小的 它上面还有好多好多小秘书 也有点糖 有它就留给它们吃 你把它拿完了 小蜂蜜就会洗掉的 留些给它们吃 得这么多 有好几斤了 有这么重 盖起来 让它自己在里面又生产蜜 给它做一个新窝出来 这么多 应该有几斤 四五斤五六斤的样子 把你连那个槽一起 老表拿一个这个给我 让我自己去过滤那个蜜 我拿了双姜去 拿到我们县里面去做 下山 下山 又有核桃又有蜂蜜 哎呦到我手上来了